好,同学来看这一题,习一题,他说 如图有一个山丘的两边各有一座电塔 塔下中心点分别为A跟B 好,所以这一点是A,这一点是B 然后呢,绿光想要测得两座电塔的距离 那他便在远远的C,这个点来测量 可以得到AC是30,BC是50 然后呢,这个夹角ACB夹角是120度 要求两座电塔的距离 你有两个边夹一个角 所以呢,他就是非常明显的什么 余弦 对不对,那我们就 把公式带进来吧 C平方等于A平方加B平方 减2AB乘上cosc 好,数据带进来 A呢,就是角A对到的 所以是50公尺 50的平方 B呢,就是角B对到的30的平方 减掉2AB乘上cosc 那cos120度是多少 稍微画一下 90再多30度,这样就是120 所以这个参考角是60 所以我知道它是60度系列的 就是cos2分之1 那因为它在第二项线 所以就是负2分之1 好,那就可以来算咯 2500加900 那这边呢,负负得正2跟2消掉 所以再加上1500 2500加1500是4000 4000加900 等于4900 所以C的话呢,就等于是什么 嗯,70 对不对 70的平方就是4900嘛 所以我们的答案这个 嗯,好,答案它不是C 它是AB 所以呢,我们就 另外写 那AB的长度呢 就等于70公尺